翻譯 把一個直角坐標系的積分變成為 枝坐標的積分 這裏 3ROK V0R方2R R方2R R二 来 这样的 这里面谁最讨厌 谁最讨厌 是不是,這個最討厭 可以吧,是不是最討厭 好的,我們也希望這邊會有一個 第一的,裡面跟它完全一樣 首先RDR,是不是就是二分之一的DR RDR就是二分之DR的地方 所以我這可以變成為二分之一 然後這個是0到2π,0到無窮大,1的R0 然後D的R0,帶一個負號 是跟它完全一樣 是不是完全一樣 那你要注意它的上下線 上下線當初的R從哪裡到哪裡 0到無窮 從圓圈呢,0到,0到負窮 這邊是0到無窮,所以負的R1,0到負的無窮 所以就變成為七分 你就不要管裡面的東西了 紅圓圈,0到負窮 然後Dθ 來,這個七分等於多少 是不是一的紅圓圈,0到負窮窮 再進去 1的負窮窮等於多少 0 1的0之方 1 再去等於多少 V V 等於負負得證 二分之一 0到2π 是Pθ 所以 所以 任意的一個基本 不窮 無窮 到1 1的負 θ 平方 1 是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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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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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4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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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3 4 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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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3 4 3 這個圖形夾拔畫出來的話 二分突拍是一個點 因此呢 在我們的這個方程是在我們的 各位將來在三年級的流體力學 在熱傳學 在編維分方程 甚至於材料力學上面 都會遇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函數 我把它定義一下 這個函數稱之為錯誤函數 奇怪 函數有錯誤嗎? YES 這是我們的在統計學裡面 先說 表出來的錯誤函數 它的定義是 1 R F Error function 它的變數 正義是變數 X 它的定義是 你仔細看它的定義 好 根號 I 2 0 7 到 x 1 4 θ平方 0 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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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之分號排 所以這邊乘一個分號排分之二 所以乘之後變多長 一 所以到無窮遠的時候 它的值是一 那麼還沒有到無窮遠的時候 任意的x它的值是這樣子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 error function x 這個將來你在熱傳流力財力偏微 所以常常會看到這個方程式 OK 所以我可以把我剛才的題目 我們做了一大串就是解剛才那個 一次線性 一次線性的非極次方程式的解 所以你可以把它解 用 error function 來表示 所以最後它的答案 我把它稍微寫一下 答案不是太重要 但是這個過程其實是 剛才的解析 y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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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解析 y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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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心分非常重要 明年下學期的公書2 福利業極數 幾篇尾 各個可以再看到 等到後來你們到了三年級下學期熱傳 也會看到 這個方程式 error function 它雖然是錯誤 可是你只要學我們工程 學我們機械 它會跟你們一輩子 知道嗎? 只要你學我們機械工程 會跟你們一輩子 錯誤還錯 好看 好的 把我插一下黑白 接下來 照這個課本的話 我要跟各位介紹第三章 第三章主要就是 跟各位介紹的是 因此 微分方程式 怎麼來的 其實我在開學的第一週 就跟各位有介紹過 怎麼做modeling modeling就是怎麼做它的數學模型 我跟各位介紹過 我們用三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叫什麼 用我們的物理 物理的一些定律 定律 例如什麼 牛頓第二定律 f.ma 另外 我們的彈簧裡面的虎科定律 比 電路裡面的Kerchow定律 就是用物理的定律 第二個方法呢 rate of change 就像那個 剛才我們介紹的 放射線的衰變 人口的增殖 細菌的增殖等等 第三種呢 就是我自己創的 稱之為Ois O-I加S 就是在一個固定的空間中 你看它流出去多少率 流進來多少率 以及裡面的含量的變率 的一些關係 好 那麼第三章就是給各位 來複習這樣子的問題 那麼 我直接跳到 因為前面幾個例子 我都講過了 我來講87頁的複禮 這個例子有點像化工的例子 好我們來看看 這個例子呢 還有兩個桶子 我把題目稍微 單位稍微改一下 因為它的單位是化工的題目 化工的單位 它不用呢 SI unit 跟我們機械的不太一樣 我們把它換成SI unit 簡單一點 這是A毛 這是D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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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這個牙巴桶 它兩個 它有兩個東西把它做 一個桶子 一個桶子 我來看 題目是跟1.3裡 是U OK 跟1.3的例子是U OK 它這裡面是一個攪拌桶 然後 我會 流進一些東西 然後我會流出一些東西 然後呢 它固定 裝了 1135個 Litre 公升 公升 公升不是我們SI unit 它就是十公分的三次方 一公升 一公升就是Litre 記得我們在做工程的時候 這一定要換成為 0.13次方 OK SI unit沒有公升 好的 我們就利用這個題目 然後它說 我們先應用這個桶子 要幹什麼呢 但是這邊是 進口呢 是有鹽分的東西 它的進口的率 是不是 十一 十一 1.35L per minute 這個很討厭 這是公分的 我們機械裡面是每秒 它是每公分討厭 所以告訴我們稍微注意一下 同樣它也出去 是11.35L出去 為什麼要出去跟進來是一樣 一般在化工的桶子裡面 這個我們希望它桶子的水面 維持一個正常 要不然的話 留得多 就乾掉了 乾掉了不打底 萬一這個流進來 哦 長出來了 這個都會造成那個 管制上 控制上的困難 所以我們在化工上的桶子 幾乎都是讓它裡面的意面 是維持長數 進來跟出去是一樣的 然後呢 這邊所進來的濃度 濃度是每公升有0.24公斤 這邊 前面 想要變得剛開始走時間等於0 我由22.7公斤 所以這是它的起始條件 我們來看這題目來怎麼做 OK 這是一個桶子 這裡面的水加鹽的混合體 永遠保持1.135公升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我裡面放了這麼多的鹽 假設鹽的濃度 鹽的公斤數 我們稱之為A好了 Mas Salt D 任何時間它的鹽的重量是A 好的 這是一個正宗的值量守恆的觀念 來 有沒有out 有 有沒有in 有 有沒有s 有 我們慢慢做 首先out 就是每小時 對不起 就是質量守恆 就是geo mass conservation 質量守恆 什麼質量 鹽的質量 好的 所以單位應該是si unit 就是每秒多少公斤 不要討厭 它是用那個分 好吧 我們就住進水俗 每分鐘 出去多少公斤 鹽分 來 順上看 出去是這一個 所以它每分鐘出去 11.3 minute liter 跟我這個單位並不一樣 選量我還要乘上一個什麼 才會點這個 每liter有多少公斤 請問這叫什麼 是不是濃度 請問任何時候 它的濃度是多少 來 我把題目再講一次 任何時候 它的體積叫113公升 所以任何時候 它裡面的質量叫做at 所以任何時候 這個桶子裡面 鹽的濃度是多少 1135a 不就是它濃度嗎 所以這個 所以消掉之後 這個就沒有了 單位裡面 所以這個肯定是 所以這個肯定是 兩分之一嗎 或者是 來 我們再看 I 同樣的單位 I 是 所以是 1.35 minute 乘上 0.24 kg 乘上 所以這個同學幫我 乘下這點多少 1.35乘6.24 5.72 5.72 OK 好 我們把s再拿出來算 什麼叫s 這裡面所存的 鹽分對時間的便率 鹽分是不是a 對時間的便率 就是它的storage rate s代表storage rate 存流率 來 它的方程是寫出來的 所以說 o 100 a 減去 i 2012 加上 s p 所以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p a p 加上 5.11 a 0.272 然後 起始條件 a 0.0 0.22 7 來 進行你的答案 所以 a b b b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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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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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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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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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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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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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得到這個結論之後 我們可以問自己幾個問題 首先 時間等於零的時候 它幾公斤 零的時候 這是一 272 講249.3 22.7 對了 再問自己 請問它留了一天一夜 留了三天三夜 留了一個月之後 請問這裡面鹽分是多少 272 為什麼 這項區域有多少 聽懂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的OIS來做它的分析 你不用這個分析其實也可以 但是我發現這是最簡單的問題 好的 我們再來看看 那同學最怕的電路問題 有沒有 各位是不是在學電路學 來 我們也來個電路 把大家電一下 那我們機械系同學碰到電都很怕 但是其實這也不是太難的東西 但是我這邊有一個電動式 然後這邊有一個電桿 然後這邊有一個電阻 它的代號叫L 電感 它的單位叫Henry 電阻 resistance 它的代號叫R 單位是Ohm 它的代號叫R 單位是Ohm 電流它的電流方程式是什麼 然後這就是題目 我們來看看怎麼樣把我們的回溫方程式寫出來 首先我們看什麼叫電感 電感記得它是一個感應的東西 所以你的電流假如說是一個平平穩穩的電流 隨著時間而不變的 那麼電感放在那裡 就像籠子的耳朵一樣 沒有用 就跟你的導線一樣 什麼時候電感會感應到 當你的電流對時間有變化的時候 當你的電流對時間有變化的時候 它就會感應到一個電壓 感應的長柱稱之為L 就是我們的亨利 多少亨利的電感 然後呢 我們都要運動 運用到我們模型裡面的所謂的Kershaw定律 Kershaw定律有兩個 一個是等於Loop 所有Loop裡面的元件Element 什麼是元件 我們現在電路就三個嘛 電感 電阻 以及電容 我們還沒看到電容 我們前禮拜第一週看過 所有電路裡面 原件上所產生的電位核等於外界的電動式 好的 通過電阻上的電壓是多少 請問這要什麼定理 什麼定理 給你一個提示 歐姆 什麼定理 歐姆定理 所以外界的電動式 歐姆定理 歐姆定理 這就是我們的一次 或是把它寫成為 歐姆定理 歐姆定理 所以它的電流 隨著時間的變化 可以寫成為1的負 這個就是3 這個就是3 那要把它算出來的話 主要是看你表 這個1是什麼 假設給你的 是這樣子 這叫什麼流 交流還是直流 這是直流電 the right current 所以這是一個常數 常數的話 這很好奇分 常數提出來就可以奇分了 比較討厭的是 假設給你的是一個 我們現在的電 我們現在台電的電 台電的電 它的方程是什麼 請問它的電幅是多大 政府是多大 跟你講 多少 多少